危险 就是在新加坡画面当中 这是个三岁的女孩 她原本是在阳台上面玩平板电脑 不晓得怎么样了 平板电脑突然是叠出了阳台 她为了要剪就这样子爬了出来 头就卡在了栏杆当中放声大哭 由于她的爸妈都不在家 这哭声引发工人 注意到赶快上前来救她 还包着尿布的三岁女童 吓得尖叫大哭 镜头拉近一看 她的头竟然硬生生被阳台栏杆卡住 身体几乎都在半空中 晃呀晃 这名新加坡女童 虽然努力试着爬回自家阳台 无奈的是头刚刚好 就卡在栏杆间隔 整个人动弹不得 终于她的哭声 惊动了在附近修路的印度工人 还好有这些热心大人帮忙 哇哇大哭的女童 幸运的在消防队赶来之前就已经自行脱困 而建议勇为的印度工人们也得到了官方颁发的义名奖状 但是大家也不仅想问小朋友怎么会自己爬到阳台外呢 原来女童的爸妈趁孩子睡着室外出 结果小朋友醒来后自己玩iPad 不小心把电脑丢到阳台外 小女娃竟然大胆的想要爬出去捡 不幸中的大姓是小女娃最后幸运的被救出来 只是头卡在栏杆中的画面 真的太吓人 家长现在已经在窗边紧急上锁 绝不让意外充演 记者综合报道